SRUIZA KUN KUNK 我來自行 就是我海鮮 就永乾圈那邊試試看 對有馬步 那 可能就是這個 這樣就可以當 會當 就是你 好不好吃 有機會到印尼爪哇島千萬都可以做什麼事情 印尼 不可以 爪哇 大家好 我是安妮 新北市里讀書館有很多新著名媽媽說故事 用自己國家的文化通過故事跟小朋友分享 這樣小朋友會學習很多不同國家的故事 說故事的時間來囉 我們還等什麼呢 走吧 哈囉 中國媽媽 嗨 我今天來找你們 嗨 你們知道我從哪裡來的 嗨 你們怎麼知道啊 我先給你們看我家在哪裡 你們想知道嗎 好 我給你們看 你們看一下好不好 鑰匙在這邊對不對 很大 對不對 我家在這邊 它叫海神威 其實離台灣很近喔 很近 你們看在這邊 好 小朋友大家 走 美麗哥 哪裡 好 來 問一下 我從哪裡來的呢 這邊 好厲害喔 點點在哪裡呢 用舉手的 我要喊 1 2 3 1 2 3 來看一下 這邊在哪裡 喔 你看 是不是在這裡 她知道台灣在哪裡嗎 看到那個旁邊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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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 看到到了 我們今天要做什麼呢 過媽媽 來 小朋友 我今天要請安妮姐姐來做什麼呢 要幫我們講故事 那 阿姨今天要講什麼故事呢 就是上面看到的 有一個故事 我可以辦什麼嗎 安妮姐姐就是 你看她 有沒有像布朵 有沒有 有 對 看她等一下就會 演那個 不妥 好 好 我幫你們演 她都會演不妥喔 但是我有一點害羞 你們要鼓勵我一下 好不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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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裡面的一位 大富翁 那大富翁呢 那好年紀好大 那好大的時候 她老婆 懷孕了 喔耶 好開心喔 小朋友 她也很高興 高興那位 很開心 小時候一看 小時候一看 她用人很多 一堆人 學著她 可是你看 她大富翁還是 完整 謝謝 大富翁 大富翁 她這個孩子大大了 六歲了 她一個幾歲要讀書 來想起來 六歲 我第一歲要讀書了 她已經六歲了 她已經六歲了 我讀書 去學校了 好啊好啊好啊 不要去了啦 還小嗎還小嗎 大家都是不是這樣講 我 不會 好 學校也很好玩 對不對 對 對啊 我們今天就來看見她的後果是怎樣 好 好 就這樣看 去學校嗎 不要 她天天就繼續玩 對 長大了又她們去玩什麼 她就是跑進去玩耶 車球 鬧似乎 她股膀會越來年紀越大 她真的就一上手 父母都走了 好 好 那看她怎麼辦 她怎麼辦 對 我也想知道她怎麼辦 她怎麼辦 多麼有年初 她是很難過嗎 還是很高興 很高興 很高興 對 很開心喔 很高興就是因為這樣子 她是不是變成大 我不能 她沒有讀書 你看她這些 她爸爸留下來的東西 那些帳啊什麼 她看得懂嗎 有一天她就說 記得 我爸爸有說過 我們家的南邊 那邊有很大一片土地 哇 南邊在哪裡 那邊 那邊 這邊 好 沒有讀書的會嗎 不會 那家裡的錢沒有了以後 她還有什麼 地下是不是還能買很多東西 對 那她爸爸就用一個地圖給她 她也一樣看不懂 那最後想到了 他們家的庸人 走可靠的吧 她就跟她講說 好 我地圖幫你看 我告訴你喔 你要從那裡 一底下下去 左邊 右邊 那邊就給她想一想 掌訪了 他們這樣OK嗎 他們自己 怎樣也不好喔 不可以騙人 對 你看 他們就自己挖 把東西都帶走 對 最後怎麼樣 把她的房子給賣 以前一起在吃喝玩樂的朋友 大家都躲開了 都不要她了 那最後呢 她拿一個什麼 趕快去撿一個碗 要去做什麼 用乞討的方式了 因為平芬姐其實她是我們學校很長期的志工 那因為我先前在擔任輔導組長的時候 剛好其實有一個 就是她幫得非常大的忙 就是我們去年有一個孩子是從越南回來 那她已經就是十歲十一歲左右 所以她先前沒有中文的基礎 那我們那時候就在想說 要怎麼樣幫助這個孩子 能夠快一點融入台灣的學習環境裡面 那因為她不會講中文嘛 所以其實我們學校原來的一些那種不救教學的措施 對她來講是不適合的 那其實雖然平芬姐她是就是來自緬甸 也不會講越文 但是透過她其實我們就找到了 就是有越南的不救教學的老師這樣的資源 進來我們的學校 那這是第一次跟平芬姐的接觸 Guo Ping Fan's love for children never asks for return she has given tremendous care to them and only hope that every kid can learn something the next lady the next lady Hai Lan Ni is also a storytelling mom what kind of exotic stories will she bring to us let's listen to her 她是一個沒有爸爸媽媽的女孩 然後她爸爸再娶一個公母 可是呢 這個媽媽 後來的媽媽 她也有一個女孩 她跟法王布丁都一樣女具的 所以她們的年紀都是差不多 這個法王布丁每天做非常辛苦的工作 有時候她還有那個泥水喔 可是呢 她以為有賣店 有一天她在洗衣服的時候 衝浪到有一隻魚骨 她非常的掙扎 很可憐 在地上女賴肚子 這個法王布丁 這個蒜頭 她看到那個 這麼可憐的一隻魚骨 把它擠一擠 然後呢 你們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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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過了不久 觀眾 魚肉這麼出來 出來之後就會講話 魚肉會這樣 會講 嗨 蒜頭 非常感謝你 你把我的名稱出來 我要抱大你 所有的衣服 將衣服 浸進水裡面 馬上 把我出來 就已經很乾淨了 水不用心 大的姐姐是 對 對 大哥 跟姐姐已經傳統好了 這個媽媽的這個恐蟲頭說 有一定的金雕像 他到底說了什麼是 是誰幫忙 對不對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 那麼不可思議 對啊 媽媽 原來都是 意志於 放蕩 什麼 意志於會幫忙 這什麼可能呢 很大會有出現 然後大哥媽 什麼 好啊 王者 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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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錯到你了 是不是 我錯到你 中間以後 你就不可以再幫幫 那個串頭了 好 不要再幫忙 不要吃我 好嗎 我要吃你 那看到什麼 那親愛的魚 有沒有 哇 已經變成了 因為什麼 庫魯頭了 有沒有 庫魯頭魚 非常 怎樣 傳到的心靈 怎樣 很難過 很難過 過幾年之後 這次庫魯身影的事情又發生了 是一個王者 王哥啦 對 我們說這邊有住了三個人 為什麼你們兩個出來 那另外一位咧 跑到那邊去 台湖沒有 看不到嗎 他就問 小妹妹 啊你請問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 什麼名字 啊 酸頭 哦 原來是你啊 是你叫酸頭啊 對啊 我叫酸頭 很高興 你要加點我嗎 跑到那邊 就是你 昨天晚上我也有夢到 有一個聖仙跟我說 你就是做了他 所以你這個這時候 犯很大的吹 這個王子 我講給我 之後 他們兩個發生什麼事 哎呦 這個跟雨一樣 出現的什麼 對 裡面 有癢 又痛 對 然後他們也有困難 醜掉 到那個身體 裡面 然後 來 現在剩下的誰 來 耶 成功 啊 這個就是 Ending 從 exotic stories 我們可以學習 郭平fen 和 Helen Nhi 去台灣 什麼 什麼 都不想要 在台灣 什麼 都不想要 在台灣 和他們的愛 和想法 都不想要 在台灣 我們聽到 孩子們 看看他們 從他們的故事 小朋友 我們今天聽到什麼故事 我們今天聽到什麼故事 明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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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的灰姑娘 你最喜歡那個故事 今天有兩個 對不對 那是我們的故事 為什麼 因為呢 裡面啊 會讓你學到 一定要讀書 對嗎 以後 可能沒有人 要讀書 沒有人 你們這兩個故事 有學到什麼 有學到 不能來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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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要幫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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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很多孩子 學到不同的故事 學到不同的國家 和 尤其是 重視的 不同的文化 它也給了 很多新的秧民 一方 可以幫助 台灣 我們聽到 什麼故事 會告訴我們 其他故事 其他故事 是特別的 在這類型的故事 國媽媽 請問 為什麼要說 故事媽媽 故事媽媽 這個活動 要從 新北市圖 北市圖就是 新北市的 四立圖書館 他們105年的時候 有辦一個 新住民說故事媽媽的訓練 那時候我收到訓息了以後 我就找了一群的 新住民媽媽去受訓 那都是免費的 幫我們受訓了以後 就是教我們說 怎麼去講故事 要怎麼去表演 要怎麼去講 那這個目的就是說 我們 都是外來的 來到台灣以後 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故事 我們想要從這個故事裡面 跟台灣的小朋友 來互動一下 可以做到說 文化的交流 我們在新北市圖講故事 都已經講了一年多了 快兩年了 對 那每個禮拜天 都會有行之民媽媽 在那個 新北市圖的三樓 在講故事 那我們也會進學校去說 有需要老師 有需要想要講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講 當初為了去找這個 緬甸的一些書籍的方面 下了這麼多的功夫 無論是去網拍尋找啊 還是去各個的那個 圖書館去尋找 對 還有一點就是 緬甸的他們的書 比較少 那那個紙啊 一些質感的部分 也會相對的比較 稍微差一點 乾脆有時候 自己再手繪一次 那張圖片之類的 那我媽在這部分 必須在家裡 會幫幫忙啊 然後看得最多 就在這裡這樣 一開始是我們學校有幾個 新住民的媽媽 其實他們的國語都說得很好 而且對孩子很有愛心 那現在我們知道是 全球化 是一個地球村的時代 我們也希望孩子是具有 國際觀 所以首先從國際理解 國際關懷這一塊 是可以來做加強 那引進新住民媽媽來講故事 剛好這樣的一個優勢 畢竟他們在來台灣之前 是有在各個國家待過 所以他們對不同國家的文化 是有更深刻的了解 如果透過新住民的媽媽 來講故事 或是講一些她的人生閱歷 其實可以幫助孩子 對國際不同文化 有更深的了解 未來我想他們因為了解 也許想要更去參與 國際的很多的活動 或者文化其實都會有幫助 以前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就覺得自己很渺小 為什麼 很寂寞的樣子 就好像 就好像有一個人 是在一個陌生的地方 非常的痛苦 沒有朋友 沒有可以聊天 聊心事這樣子 啊後來我那個 讀那個補校之後 就知道 原來我一樣 跟我們那個新住民同 其實有很多 像你一樣的新住民 然後我就知道 原來我的中文程度 也是跟他們都差不多 還不多 對不對 以前我都是非常害 對啊 所以呢 有一天就是 那個 我們學校 說有這個新住民的 讀書館那邊 集辦的這個 新住民的解說故事 然後我就試試看 雖然我自己認為 我自己覺得 這是英文 但是我中文很不行 可是我還是 就勇敢去那邊試試看 然後我 那個人就是這個 非常偉大的 就是你 他被你拉的 對 陳姐妹 所有的新住民 所有的新住民都在一起 對 大家都互相幫忙 有需要的時候 大家互相都是姐妹一團 我覺得他 雖然說自己本來是志工而已 但是投入志工以後 他在各方面的學習 其實是很積極 也因此他很快的 無論是在說故事給孩子聽 或者是甚至陪伴新住民的孩子 這個部分我想 他是經過很大的努力 那付出很多的愛心 對 那我覺得他很棒的是 因為他還是試著想要 帶給我們學校更多 不同文化的資源 所以像我們兒童節的時候 其實這兩年他都試著 想要邀請不同國家的姐妹 然後我們就有一些文化攤位 然後他們那幾位就是 就是阿姨們就會 試著帶簡單的活動 然後來讓我們的孩子了解 其實他們這些國家 有一些什麼樣很有趣的事情 他們其實都不辭辛勞 來做這些事 你們這樣住在台灣 一定會想家對不對 那你們想家的時候 心情不好 你們做什麼事情 讓自己開心一點 我有時候想家的時候 我就會打電話 因為現在都是 客氣那麼發達嘛 對 現在都是網路 不可以免費的電話 對 就可以跟他們那個聯絡 我就可以看到我的家人 爸爸媽媽在我面前這樣子 可以看到他們的畫面 他們也可以看到我的臉 這樣子有聽到聲音 這樣子也是對我 就是很大的安慰這樣子 然後我會跟爸爸媽媽說 我很想念這個什麼東西 那個印尼的那個 就吃的東西 對 吃的 吃的 我都喝的 然後我就打電話 我問媽媽 這個要怎麼做 怎麼做 所以我們問一些朋友 他們會告訴我 這邊有一個東南亞賣條料的店 然後我們去那邊看看 偶爾來針對有這個東西 然後去那邊就可以買 一些條料 然後回來自己做 自己做 對 一開始他都不會走出去 後來認識 我們認識的話 跟一起出去 他連磨車 他還不會洗 然後就教他嘛 教他陪他去練練 然後現在他自己獨立 然後你自己去那個圖事館 自己講過 那我等一下我們去 帶你去一個地方 就在圖城 我們很近的地方 有一個東南亞店 我們約好了 我們要去 你有空嗎 好了我可以 我待會兒 可以陪你們出 好 走吧 好 A more diversified and global vision can be learned through stories food or movies or by paying an actual visit to the stores selling goods from other countries Kuo Ping Fan and Hai Lan Ni will take me to a Southeast Asian store Let's see what new and interesting knowledge will we learn 哇 這邊有很多東西 我之前沒看過 這裡 這個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 這不是番茄嗎 番茄 不是嗎 這是什麼 很香 很香 我是番茄 它是綠色的 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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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茄子是不是紫色的 對 但是它是綠色的 這是 這是那個草天椒 很辣的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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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喔 這裡 因為我們東南亞的口味 都會有魚露啦 魚醬啦 蝦醬 蝦醬啊 那個酸的辣的 這裡都有 這個 我們比如說 墊醬 很熱的時候有沒有 這個 我們也做過那個飲料 喔 這個就加了一點點 然後這樣加冰水 這樣子加 所以它就是 這個是一種 甜醬 哦 它是甜醬的 它是印尼的 我印尼的小時候 很不錯 炸冰 炸冰 那個已經可以這樣子 對啊 這樣感覺不錯 就把那個碎冰 給它擠成一團 把竹子插進去 就像紅棒一樣 喔 那那個冰塊 那個冰就什麼都沒有嘛 那你就 你加味道 對 你加味道 那邊很有趣 對 打完蛋以後就這樣子 啾啾啾 這個是什麼 甜點 一樣 這個是甜點嗎 對 這個就是用香蘭麵做出來綠綠的 那這個椰漿跟甜 糖漿 好下去就可以喝了 哇 我們今天可以吃到 這麼特別的 意大利麵 哇 這哪是意大利麵 不是嗎 很像哦 你覺得意大利麵嗎 是不是你們看 真的很像意大利麵哦 綠色的香蘭葉做的 涼拌的 涼拌的涼 所以這是甜點嗎 甜點 你也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們裡面吃那個好像是一米粉 那個你以前吃過嗎 不是 糯米粉 哦 糯米粉 在你家裡也有嗎 有 有時候都是漿場吃吃過 哦 那我們來吃吃看哦 這個把這個捏一捏之後 然後用這個椰子奶 椰子奶就吃了 來 吃吃看 很像甜的感覺 對 又有椰子的味道 你為什麼吃不一樣的 這不會有利的 對啊 餵你一口看看 這個是什麼 這麼好意思 來 趕快趕快 來 誰幫我拿 誰幫我拿 那個要好好拍哦 來 有人餵了 好不好吃 很可愛 什麼表情 好不好吃 很特別 我覺得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好像又有一點玉米對不對 玉米 還有就是裡面會有綠豆仁 還有一些糯米 我一直想吃吃看 我就 我幫你說一下 你也有一口 好酸 好不好吃 我叫你 好好吃哦 好吃嗎 好吃嗎 好吃哦 剛剛吃到這麼好吃的 這麼特別的甜甜 謝謝你們哦 那我還有幾個問題要問你們 你們剛到台灣 最不習慣的 跟最習慣的地方是什麼 剛開始來就是 吃喝 就是不習慣嗎 台灣的變性 對啊 因為印尼的這裡你們知道嗎 印尼的很熱嗎 很熱 很熱對 對啊 如果在這裡的話 應該是 可是我比較不習慣 就是太一眼在 對 肥 你覺得很冷嗎 很冷 因為 你要來俄羅斯 走看看 你就會覺得台灣好舒服哦 喜歡的呢 啊 喜歡的這裡 唯一喜歡好自由 就是什麼 你剛剛不是說 你不是 什麼都有 很自由啊 對啊 走來走去 你要去哪裡 你要講什麼都很自由啊 對啊 因為在我們都很自由 不行 真的嗎 不能亂起來 譬如說 什麼不能講 有好多東西不能講啊 你像政治的東西 你像台灣好自由哦 對啊 要抗議就抗議啊 你們都講什麼啊 在... 在美甸部為什麼 不可以去批評政府 不可以去講政府 那如果你批評怎麼樣 晚上就來把你抓走了 真的嗎 對啊 這麼嚴重嗎 你們在台灣最幸福的時候 最幸福的地方是什麼 最幸福的就是 我有一個很可愛的兒子 已經長大了 你有教大家面電話嗎 有 哦 好不可以 就是說沒有常常在講 哦 書學的部分比較好 所以那是你的幸福 哦 這個就OK啦 人生就這樣子啦 很感謝我媽媽這樣的一個教育 那 我也看到很多我媽媽的辛苦 那為我的付出 為我的努力 那媽媽 我真的謝謝你 我愛你這樣 我覺得我最幸福的時候 就是 跟那個 我的家人一起在一起 有什麼困難 有什麼 那個 煩惱 就是一直想這樣子 然後呢 我還有 有很多的那個 那麼多朋友 不管是台灣的朋友 還是新出名的朋友 他們都這麼的愛護我 所以我覺得這個 心裡非常的溫暖這樣子 所以我要努力把我的愛 也是有三發經濟 這樣子 好棒哦 好棒哦 喜歡你們像今天一樣 每天 天天都過得很開心 很幸福 畢竟來了這麼多年了 這裡好像就是我的第二個家 我們新出名大部分都會是 想要這樣子的方式生活下去 不要說 欸剛開始來 有很多的不習慣 可是到了現在的以後 應該都是說 跟自己的家 沒什麼兩樣了 都一樣了 我會把它單純自己的家來經營 把自己的家來做得更好一點 那對這裡的小孩子也好 我用故事 都要把家鄉的東西 介紹給這邊的孩子 那那邊的孩子 我現在每年都會回去一趟 我回去的時候 也會把這裡的訊息 這裡的東西 帶回去給他們 那文化的交流 世界大同的時候 這些都是有需要的 以後就是 不要說從哪裡來 哪裡的人 大家都是一家人 我在這裡 就以前到現在 大概已經四六年了 然後到台灣了之後 我才感覺到 那個原來台灣的政府 對我們新住民非常的勇心 也非常的照顧 所以我也想要努力 介紹一些我們國家的文化 讓台灣的小朋友 謝謝珍重不同的文化 我今天遇到兩位 想故事媽媽 我覺得 他們讓我也在想 有可能我也有機會 跟台灣的小朋友們 分享俄羅斯故事 讓他們比較多多了解 俄羅斯的文化 他們這樣教小朋友們 在台灣 然後用國語 我覺得很辛苦 然後他們今天跟我分享 在台灣沒有很多書 也沒有很多治療 他們都要回去 他們自己的國家 然後從那邊買書 然後去找什麼故事 比較適合 給小朋友們聽 他們這麼的努力 為了什麼 為了教台灣的小朋友們 從小時候 從中別人 就知道 每個國家的人都很好 每個人都一樣 我們都是地球的孩子 我們都要愛彼此 有機會到印尼 爪哇島鮮化不可以做什麼事情 可以拍照 D 吃口香糖 C 吹口哨 印尼 不可以 爪哇 爪哇島 呃 吃口香糖 為什麼 猜著 答案是 吹口哨 下一題 緬甸的首都位於哪裡 A 賣米鍋 B 陽光 C 味 C吧 這裡 嗯 沒錯 謝謝你 第一題 素肌的主要原料是什麼 A 雞肉 B 素肚 C 黃豆 素肌 素肌 鱸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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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鱸味 G 素肚 聽起來很像 好答案是黃豆 C 第二題 過年的壓歲前 一般會用什麼包裝 A 白包袋 B 白寶帶 C 紅包袋 紅包袋吧 紅包袋 為什麼 因為我有學到過就是紅包的 好 對 答對了 第三題 海底雞一般指什麼魚 A 黃魚 B 飛魚 C 鮪魚 C 鮪魚 為什麼會選鮪魚 就會選鮪魚 猜疑的嗎 嗯 猜 答對了 可以抽一個 好 謝謝你 紅包袋 紅包袋 餡